进展性接应和连续性接应 进展性接应是什么呢 我这背后有一大空档 我现在打球了 我塞空档里边 你去过连续性进展性接应 就是干嘛呢 要往上升级 你现在是空球 我现在要进球 这叫进展性接应 连续性接应呢 就是当你持球 遇到了对手的防守 或者对手的防守已经落位了 你这个时候很难导证 你前叉或者突破 能够有效果 那就把球传回来 慢成 从左到右 从右到左 U字形传导 那不都是保定接应吗 我塞 就这么点事儿就听不清楚吗 他为什么不沿着一边死凿呢 因为那边人都过去了 他没有空间了 所以罗德里就接过来 往这边转 给马赫雷斯 马赫雷斯过一过一看 对方又移过来了 再回敲给沃克 沃克再转给 罗德里 罗德里再往那边分 去找这个 这个谁 这个福登 不知道吗 看不出来吗 不懂吗 连续性接应 进展性接应 不懂吗 不懂是吗 凯恩拿球 孙新明一看 对方后背身后有空档 全差 凯恩给了 这叫进展性接应 知道吗 因为他要进球 凯恩拿球 对方后背都收了 凯恩身边有三个对方防守队员 凯恩就不能再往前走了 也不能塞 塞不过去啊 都堵着呢 怎么办呢 回敲 回敲给霍伊比尔 霍伊比尔就叫保护性接应 知道了吧 听懂了吗 连续性接应 进展性接应 听懂了吗 连续性接应 就是保护性接应 因为你持球 如果你突破 你过去了 你是好样的 你过不去 是不是球权丢了 球权丢了 对方是不是要打反击啊 但是别着急 因为我在你后边 我保护着 你球权一丢 我直接上去 给对方延缓压迫 不让对方 即刻发起攻击 这叫保护 同时又接应 这叫保护性接应 听懂了吗 保护性接应 不是什么球都往回传 你他妈前面有空档 你传什么 你往前传完了吗 但是戴伟俊 拿球的时候 前面几个人呢 两个三个 他过去的是小概率 小概率 你还可能还中奖呢 你天天中奖啊 足球比赛 得按照规律去踢 知道吗 你戴伟俊 到现在为止 踢这么多场球了 有几次一对二过了 去查查 他踢中超 他把把都是一对二的过人吗 你去看看 他有的能力 他会在中超踢吗 他会吗 他是中锋 足球比赛 不是说你是中锋 永远就在最前面 那一步拉边怎么说呢 凯恩回车怎么说呢 若塔回到中场 菲尔米诺回到中场 怎么说呢 你傻里巴基 你说你们连基础内容 就那帮杠精黑子 你连基础的概念都不懂 你望闻生意 回到街 说有人插吗 高准意刘洋插 你没看见呢 你去重新看看去 好吗 宝贝 好吧 你说 有人说 站着接应 你听我说 如果他身边有人 他去跑 如果他是一个想打短船 他往前提 他身边没人 他看了左右两边 刘洋高准意 他要打长船 他离那么近干嘛呀 他身边没人 他要接回船 打长船 他离那么近干什么呢 他离得越近 这球一回船 对方后卫扑上来了 他还能抡起脚来吗 啊 累不了吧 听懂了吗 你要是短船 你跟进 往前塞小距离 他得近距离 你他妈咋的要打长船 那后卫打长船 离球三百多米 不也能打吗 那你见哪个后卫 长船转移的时候 要跟进的 不都在后边吗 没听懂是吧 行 你只要说你没听懂就行 假如是这样 这个人带球 带球之后呢 对方的后卫是这样的 那你说这个人插有用吗 怎么可能有用呢 他插什么毛啊 他要在这能插 他在这他插什么呀 那他就接 接的时候呢 他回船 他要跟进一下 因为他不能在这 他要跟进一下 这样一回 他一插 这一搓 就是过去了 那么当时那个球是什么呢 大概其实这样 这是余大宝 你带伟俊 因为这旁边有人插了 刘洋 这边是高准义 知道吧 刘洋 这是刘洋 这是高准义 他就一回 他在这 他身边没人 他要打的是这 他要打的是这 他为什么要上前呢 他往前的话 他离得近 他一上来 这人一怼 他怎么长传呢 你后卫打长传的时候 旁边有人吗 范代克一脚长传 他用 他非得到这来吗 你说这拿球 范代克在这 这一扣腰 给他 他打长传 他非得到这来吗 他非得到这来接是吗 你见哪个后卫 接长传 因为后卫身边没有人 余大宝 当时正好身边没有人 余大宝身边有人 他必须得跑 他去找一个位置去接 他身边没人 他跑什么什么呀 你就把他当作后卫 中后卫 你见哪个中后卫 接回船上跑上去 你见过哪个中后卫要打长传 非得往前跑啊 那么都在后边吗 一旅 一回 一打 他身边没人 他跑什么呀 他要打长传 他身边没人 他跑什么呀 他要打长传 你知道吗 他不是为了短传 他不是为了中路推进 他是为了往两边打 往两边打 他跑什么呢 他越跑不离 对方后卫越近吗 你见哪个中卫 说我要打长传 我他妈往前跑 你见过吗 范黛克 要打长传 他一看队友要回船的 他拼命的往前跑去接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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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老把余大宝当母八配啊 他要他妈与母八配 他能他妈踢后卫吗 他要是母八配 他能在国安越踢越后卫吗 国家队都打不上前锋 他从来也不是这么跑 跑传插的人呢 梅西打母八配 母八配一场比赛有几个大时候啊 你告诉我 母八配 梅西配合 二打五 打成了几次 你把那画面给我找出来 行吗 你进来 你给我找出来 就同样的问题 梅西面对两个人防守 对方一共五个 还有一个母八配 母八配前插 单刀了 你告诉我 来来来 你去找去 找完了 你发出来 爱他我 行吗 好吗 可以吗 我再说一遍 很多人第一 没看见 这个球啊 戴伟俊拿球之前 余大宝 没以为 确定 戴伟俊一定能把这球拿到 如果他盲目的就插 万一戴伟俊丢了 这两个人被甩在前面 就对方就进攻了 第二个 他预感到戴伟俊要拿着球的时候 他开始往左右看 刘阳高准义都在上 小戴只要一回敲 他帮帮两边一分 就从边路就下去了 回去看视频 回去看视频 俊 现在你听我的 回去看一眼 重新看一眼 你看完了戴伟俊把球丢了之后 刘阳和高准义在哪 好吗 看完这个问题 你看完这个画面 回来告诉我 行吗 我求你了 行吗 就你看戴伟俊 这个球飞的过程当中 余大宝有没有左右看 有没有看 他看是为什么目的呢 他知道 只要一回 我就提前观察 我就往两边打 你看一看沙特队的 队员收没收 你看有多少速度 多少前差 你不能到纸上谈兵啊 兄弟 你以为前差那么容易吗 前差那么容易 那么孙新民 努巴佩一场 还不得进十个吗 中国队 输越南的队 你让他二打五 打沙特 能打成单刀 你这不扯王八蛋的吗 你那孩子 学渣 还天天盼人 什么考试都得考第一 你这不有病吗 对吗 你聊聊女族啊 黑的听不懂 女族 你去看女族 我不聊 我说实话 我也不关心女族 我这说的是实话 你不要逼着我去关心 我也不拿女族说事 我也不关心 我觉得不关心女族 不是什么错 明白吗 我还不关心体操呢 那体操还得了那么多金牌呢 我还不关心羽毛球了 你去看就完了呗 你关心我 你聊我 让我干嘛 对不对 这都是天天喊女族的人 其实她也不关心 她也不关心 你现在让她把中国女族 十一个阵容给我写出来 来 现在给我打出来 中国女族夺得亚洲杯的十一个阵容 十一个主力阵容来 谁搜索谁王八蛋 你给我写出来 第一个写出来的 我送她一箱拉面 别摆渡啊 谁摆渡谁死 好 M 好吗 写出来 足球比赛呀 他还是有他的规律 就是你在一个什么情境下 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叫合理 叫合理的选择 梅西也不是拿球就突啊 对吗 去看看梅西比赛 他有合理的前提 那么你做了一个不合理的事 你让所有的队友都得按照你不合理的方式去预判 这个是不对的 对吗 合理的方式是我们一个整体 在什么情况下你突破 在什么情况下你该分球 在什么情况下你该回敲 回坐 所以这才有合理 没有 要不然大家都裹着来 大家都随便踢 他就有的就不合理 不该过的你过人 该传的你不传 对吗 该射门的你不射 这都是不合理 那么一般来讲 大家为什么能够在一个队里面踢球 是按照相对合理的方式 大家一起去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说这个球在这儿 我应该过来接 这个球在这儿 这个人应该插 什么情景下 按照合理的方式 大家一起去运转 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人不合理 别人没有用 没有用 比方说 什么叫合理呢 对方大兵压上 门将已经开始有点哆嗦了 这个球给了你后卫的 你就别再给门将了 因为他已经受迫了 就是他 他旁边的这个环境不好 你就一脚打上去就完了 不行 这哥们儿非得给门将 门将认为他应该能打上去 但是突然间又给门将 然后被逼 逼死了 捂到被窝里了 这就叫不合理 对吗 中风鼓励辣赞 对 你看这什么百度 连拷贝 连号都能拷贝上 行了 别闹了 别一拉面 一箱拉面 就把人品都给丢了 好吧 行了 别闹了 你这是复制的 连标点符号都复制 你看没有 小号那个小杠格 你会打半个格吗 你实话实说 你会在键牌上能找到半个小的那个破贝号吗 你能找着吗 来 你给我找一个小破贝号 你看你打的是大破贝号 那得用半脚 你会用半脚吗 还打着 有的还行 他复制过来的 复制过来的 他粘贴直接发 他以为都能上来 结果上来一半 刘雨晓不知道 别闹了 行吗 粘贴复制的 下滑线最难 这行 mrm行 这行 英超门将总丢球 一会吃点 吃点带鱼 你再笑一个我听听 来吧 朋友 来 因为结合着白天 白天的朋友应该都没什么事 应该兜里没有太多的钱 没关系 现在9块9的小青龄行吗 9块9贵吗 6平 10块钱 有没有10块钱 下一单 没准 你要第一次下单 可能也就6块钱 没准还能免 好吧 9块9 6瓶 小青龄 好喝吗 你根据他这个价格 性价比肯定是可以的 但你要是一定拿他跟 某母的那个6块多的一瓶的比 那你这是1块6一瓶 人家是6块多一瓶 那你说呢 但是可以 挺好喝的 一定要冰的 一定要冰 零汤零汁的那个 那个可能贵一些 9块9 对着苏打水喝 这个朋友会喝 你买个苏打水 你再买个小青龄 俩人一对鸡尾酒的感觉 真的 非一样的感觉 一定要放冰箱 说你我没有冰箱 别买 行吗 你要家里没有冰箱 不要买这个 因为它只有冰的才能好喝 好吗 很完美 9块9的带鱼呢 是这样啊 因为 应该是618 应该有一波 有一波行情 注意啊 到时候一定来啊 9块9的带鱼 618有一波行情 但是我跟你这么说 其实也便宜不了太多 知道吗 因为它那个可能是200克 220克 现在这个呢 现在这个带鱼呢 是4 是245克 它重 它多 明白吗 你看 你看这 你看这想复制 PSE 这终于把后边的给挡上了 这哥们 关键是 那个 3块96个吧 你看 沈阳求混的 什么 龙哥 你看 因为它拍了3块9 为什么呢 因为它标价9块9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下单 叫你 叫我呢 哎呀 耶 嗯 嗯 嗯 听见我 听见我 这样 哇 哇 哇 你说你 你归人 老子 是 是 嗯 嗯 嗯 因为如果你是第一次或者是什么关联 反正我不知道有优惠领券三块九 带鱼我就别代言了 实在不怎么样 其他的还不错 带鱼我卖的最好 可能不合你的口味 放心 你想吃什么带鱼呢 你想吃什么带鱼呢 我觉得我一会我就吃带鱼 那么多朋友说带鱼好吃 你说不好吃 也能理解 但是什么叫 带货口碑4.4 黑子们现在没劲了 带鱼能上炕吗 咬死你 我看好谢辉吗 我昨天晚上用一百分钟 聊了谢辉这个人 也聊了他所处在的这个环境 也对他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做了我自己的一个分析 有没有岛民 岛民告诉他们昨天这一百分钟 聊得怎么样 聊得怎么样 国足罚款还交吗 我不知道 这种事我交给续元办了 谢谢啊 谢谢各位岛民 聊得可以吧 是不是 就是应该比较符合这个实际 对不对 因为在中国足球环境里面呢 谢辉比较特殊 但我不认为特殊一定 就一定能够达到一个多么 大的高度 但是他的存在是客观现实 他有他的特点 他有他的特殊性 他有他的梦想追求 对吧 他也有他现实的一些问题 他也有一下走红的综合原因 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说 这个球队的风格 不是 因为他本身是具备网络传播属性的 对不对 就压着打 比保护性接应好记多了 对吧 未来他还会面对很漫长的路 他还四十七八岁 四十七八岁 所以一个教练 好好弄到五十五起来 做十年可以 真的可以 对吧 有人说谢辉这打法 谢辉在南童之云也是这打法 对吧 然后谢辉在大连人也不错 我也分析了 为什么大连人 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三轮不败 为什么全华班 也有足够的战斗力 这个跟他的能力有关系 跟他的团队精神有关系 跟他的这个这个认知有关系 也跟金元足球退却 哎 然后呢 这个整体 中超的整体实力水平下降 你别光看全华班 这个这个这个大连人没输 你还要看两个武汉三连胜 你能想象吗 两个武汉 一个升班马 一个捉襟见肘的队 三连胜 就证明着今年的中超呢 比较混乱 主要就是外援啊 没有那么强了 明白吗 就金元足球 没有那么狠了 就是下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